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叙利亚东古塔杜马包围圈战火重燃,口袋内的伊斯兰军,撕毁谈判协议,并炮击人道主义撤离通道和大马士革市区, 找到了俄空军和叙利亚政府军严程,续军地面部队开始对杜马大气总攻后,新一轮化五一云如期而至,这样说是因为,在此之前,俄罗斯就发出警告称,有迹象表明杜马的伊斯兰军,准备策划化学武器袭击事件,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的铠甲二防空系统老美, 指责俄罗斯和伊朗支持大马士革,似乎后者为许杜马镇的化武袭击负有责任,俄罗斯驻叙利亚冲突各方调解中心,否认了有关续军,疑似在杜马头制律器盘的消息,并表示准备派出防化专家前去收集信息,其将证实指控的伪造性。 俄外交部表示,叙利亚军使用有毒物质的造谣目的,是保护恐怖分子,未可能发动的外界武装打击进行辩解。 随后,美国国务院发言人Hiton Award指出,需要对叙利亚东谷塔镇上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及时响应。 同时,英国、法国和沙特等盟国,也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方案。 美军方官员称,参谋长联席会议,将在几个小时内,准备可能的叙利亚攻击选项和目标名单。 俄罗斯外交部警告,军事干预叙利亚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,俄军可能会对有威胁的空中及海上目标进行军事打击,其后果难以预料。 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的S300-400导弹系统丹序利亚的军事基地仍然遭到了导弹打击。 叙利亚官方的阿拉伯通讯社报道称,霍姆斯省东部一空军基地遭到导弹攻击,不排除是美军对目标发起攻击的可能性。 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报道称,攻击叙利亚霍姆斯省T4空军基地的导弹从地中海飞越黎巴嫩领空,这个方向与上次美军导弹驱逐舰发动的战斧导弹袭袭击大致相同。 然而美国军方否认发动了上述袭击行为,以色列海豚级潜艇属于常规动力的核战略潜艇。 军事专家称,这次被炸的T4空军基地,被认为是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,此前也多次遭受空中打击。 上一次以色列战机投袭T4空军基地吃了大亏。 奔西称是俄军防空导弹战果,一架F16战斗机被击伤后在返航时,坠毁在以色列边境地区。 这次T4空军基地再次遭袭,可能与杜马德华武袭击无关,因为此前有消息称,伊朗在T4空军基地部署了至少四架长航时查打一体无人机,配合许军在杜马德军事行动。 而这些无人机被认为,会用于对以色列的侦查。 以色列潜艇此次从地中海打击图示最新的的消息称,以色列海军对此次导弹打击行动负责。 但拒绝对巡航弹打击,叙利亚T4空军基地事件作评论,发动打击的是以色列海军的海豚级潜艇。 据信该潜艇还被以色列赋予了核武器搭载能力,不过以色列此次打击收效甚威,因为有八枚大力水手前,射巡航导弹被击落,漏网的导弹对T4空军基地的破坏也相当有限。 这个战绩,应该是俄罗斯的防空导弹又出手了。 感谢观看